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等诸多市场关心的重点话题 会议传递出怎样的政策信号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苏健教授 职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韵金先生 资深研究员马洪先生 和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策略分析师李求索先生 共同带来点评分析 四位好 近期中国经济面临人民币贬值 内地疫情反复 俄乌战事持续等多重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 苏先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月底召开的这次会议传递出哪些关键的信号 对经济走势有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会议传递的信号有这么几个 第一 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本来就已经判断 今年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它提出了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这三重压力 因此实际上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而疫情的到来 又使得 这个经济形势呢 雪上加霜 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非常严峻 这第一个信号 第二个信号呢 今年年初 确定了今年的经济资料目标 不变 今年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今年确定的是5.5% 那这个5.5呢 曾经受到了好多人的质疑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已经实现不了了 大家都在想 中央会不会调低增长的目标 那这次会议给出的信号是 不 要努力实现它 第三个信号就是接下来 中国会采取 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所以有一切都要围绕 实现这个目标来展开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呢 接下来可能会火力全开 然后在供给管理这一块呢 也会减税降费 在市场环境这一块呢 也会想方设法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维护一个更为良好的营丰环境 那这些呢 对未来的经济走势 当然是有正面的影响 当然至于这个政策呢 最终会对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目前我们很难判断 因为我们现在呢 不知道接下来的政策力度 和范围到底会有多大 如果这个力度和范围非常大 那么要实现今年的经济资能目标 当然是可能的 这一次会议传递的这个信号啊 主要可能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呢 就是针对于这一次的疫情和 来自于这个国际环境的 这样的一些风险啊 所导致目前确实看到 对于经济的挑战是在增加的啊 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 它是强调了我们要 高效的统筹疫情防控 还有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啊 加大这个宏观政策的调节的力度 那么与此同时呢 也是积极的回应了之前的时候市场 一些关心的问题啊 就包括对于这个房地产 资本市场 还有这个平台经济这些方面呢 都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表态啊 所以呢我们感觉 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 它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因为这个是从这个去年年底 中央经济共同会议啊 结合这个今年 三月份的两会之后 因为内外部的环境 已经是发生了 比较重大的一些超预期的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能就要根据最新的形式 去及时的更新政策的方向和定调啊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呢 我们认为 除了延续就中央经济共同会议的基调 强调稳增长之外呢 还在这个政策的力度上啊 就比如说在这个会议里面提到的 我们要抓紧谋划 增量的政策工具 以及呢 要这个具备这个政策的提前量和荣誉度啊 那么在这些层面 其实都是一些新增的说法啊 以及呢 就包括这个纾困 帮扶的一些政策 还有在这个消费啊 房地产啊 平台经济 还有稳外资 稳外贸这些方面呢 都直接的针对于市场目前所关心的焦点的问题 是进行了回应和明确啊 所以呢 我们认为是具备了比较强的一个针对性和及时性 那么这可能也是啊 就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呢 近期这个市场反馈比较积极 A股市场相比这个外围呢 更有韧性的原因啊 那么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层面来说呢 这一次会议他强调呢 要努力的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的目标啊 那么要这个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的力度 扎实的稳住经济啊 这个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那么基本上呢 是延续了这个前期的政策的基调啊 那么从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来说呢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套体系啊 就包括经济的增长啊 物价的稳定啊 还有这个居民收入啊 还有这个就业这些层面啊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GDP增速的目标 那么现在呢 会议所强调的就是这个疫情要防住啊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啊 并且呢在这个统筹 疫情防控和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前面呢 还加上了这个高效啊 其实都是在应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啊 因为这个Omicron呢 它的这个疫情呢 确实是具备一个传染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呢 这一次会议是强调要这个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呢 从严从实去抓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这个应该依然还是下一阶段的重要的任务啊 那么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有效的控制疫情去推动经济活动的一个恢复正常 那么在这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呢 也是相对有效的一些这个稳增长的措施 是的 那么王先生您如何看待本次会议对中国下阶段经济发展的意义呢 会议也提出啊 广告商品供应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阴城失策 改善房企资金与融资环境 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等一系列积极信号 这都将助力消费和投资的尽快复苏 此次会议啊 可能是今年整个经济运行的重要分岁点 后续经济下行压力有望得到逐步改善 经济逐渐恢复平稳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 增强支出强度 金融啊 也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未来投资信心将得到修复 基建等重大建设项目投资 房地产投资等都将拉动投资的增速回升 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 在政策刺激下 消费潜力将得到较大释放 中小微企业恢复正常经营 就业得到较大改善 未来 我国将有望实现需求复苏 攻击 恢复 扭转预期转弱的局面 是的 这次会议特别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 实施常态化监管 相关表述也引发广泛讨论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国家对于平台经济可以说是政策评出 比如今年1月 9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3月份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 也提到了要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 请教苏先生 这个过程反映了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 有评论认为相关表述意义非同寻常 对此您怎么看 所以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设施 那么今年中国出台了一个关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它要提高国际竞争力 促进平台经济平衡健康发展 这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有一个良好的平台 那么供给方和需求方在上面做交易 成本会更加低廉 更加顺畅 然后效果也会非常好 当然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该做的一件事情 它反映了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 是变得更积极了 当然这一段时间以来 对平台经济的打击力度比较大 主要是以反垄断的名义进行的 那这个的变化呢 就意味着中央对平台经济的作用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改变 那么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样一个措施 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维持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当然具有非常明显的证明 以传奇的信号 是很明确的 就是不是在搞运动式的 那种监管了 就进行常态化监管 是 像您所说的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 要从运动式监管转向常态化监管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些监管 当然是以反垄断的名义来进行的 那么这个呢 让人感觉到有点运动式的那种监管 一见风过来了就来了 过去了又没了 那么常态化监管呢 就是说这个监管本身 作为一个正常的 经常性的一个措施 随时进行监管 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整改 这就避免了 平台运行过程中的 大起大落的那种现象 当然这种大起大落的现象呢 来自于运动式的那种监管 那么进行常态化监管之后呢 这样大起大落式的 这种监管就会被取代 平台经济的运行 将更为平稳 更为流畅 那么如何实施 常态化监管呢 这当然就是要有一个监管机构 时时刻刻进入它 但是尽量不要去干预它 只有当它出现明显问题的时候 采取一些措施 去微调 去揪偏就可以了 除了平台经济以外 会议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表述 也是市场热议的消点 包括重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把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 作为政策核心等 马先生 我们从第一季度已有的数据来看 房地产行业目前形势严峻 重启房地产市场将对行业发展 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 房价的表现又将如何呢 二季度后 房地产政策将会在更大面积 和更大程度上释放购房需求 给予购房者和房企 足够的资金支持 重点呢 在如何更好地满足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后续楼市纾困政策 将从三四线城市 逐步向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转移 这么这流利于缓解和改善 当前重点城市房地产 销售不畅的问题 房产市场将油含转暖 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变量 而政策变化则是影响市场需求扩张 与收缩的关键因素 随着政策宽松调整的推进 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转暖 房产投资增速可能先走负后转正 上半年由于房企面临长债高峰压力 行业景气度大概率下滑 土地市场仍将面临偏冷的局面 抑制房企的投资积极性和能力 四五月份可能成为年内投资最低的阶段 增速可能为负 下半年随着调控政策逐步显效 新开工或将触底反弹 房产投资增速可能在三季度逐步起稳 并于四季度小幅回升 毕据全年房产开发投资增速增长约2% 增速继续下降 但幅度就要去年稍有放缓 由于需求逐步得到释放 房产市场的销售可能在二季度触底 下半年逐步实现企稳回升 通常住房信贷增速回升到销售改善 一般需要两到三个季度 如果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下半年销售预期有望逐步回暖 虽然可能与传统的经久银食行情相比 橙色明显不足 但四季度销售环境将可能实质性改善 鉴于市场存在的下行压力 房价可能在上半年总体表现疲软 在高级数和二三线城市 购房需求放缓的影响下 仅部分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的房价 保持相对坚挺 总体上分化态势延续 参考过往类似周期的房价表现 也结合当前疫情的冲击的滞后影响 预计本轮房价的拐点大致在三季度末 前后随着需求逐步改善 加之重点城市县房库存偏低的因素 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房价可能率先回升 通常其恢复速度早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一到两个月 四季度全国房价增速有望实现全面的期盟回升 好的 感谢四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苏健教授 职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先生 资深研究员马虹先生和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策略分析师李求索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 以上就是本期点视曾经的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或是下载点新闻APP 我们按赞 我是陈嘉玲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